继去年11月,取消普悠马号、泰鲁格号来回票9折的优惠之后,台铁开始评估所有车种来回9折优惠全部都要取消。 以自强号为例,一旦来回票9折优惠取消,台北高雄来回票价将会贵了168元。 不过台铁表示,目前取消优惠的计划还在评估中还没订出时间表。 到花莲台东旅游过去搭乘普悠马号、泰鲁格号来回票享有9折优惠,但已在去年11月正式取消,现在台铁计划不止东部干线,未来搭乘台铁的全线车种来回9折优惠将全部取消。 对学生差蛮多的,然后现在每游会就是多少会有点影响。 有9折是最好的,有点优惠,现在民生都比较,各方面都比较昂贵,所以有一些优惠给回馈给民众是很好的。 未来台铁来回票价将比照高铁不再享有9折优惠,以台北往返高雄为例,子强号取消9折优惠将从1518元调高到1686元,足足贵了168元。 而菊光号来回票则变贵了130元,平快车变贵108元。 台铁表示目前还在评估中,等评估案出炉后还需送交通部核定,真正上路时间未定。 如果限制一旦上路,等于台铁所有车种未来都不再享有来回票9折优惠,足够每天将有5到6万人次受影响,而台铁每年的营收约可增加2到3亿元。 记者黄立伟,蒋龙翔,台北报道。